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首先就很感謝CIC給我這個機會 在這裡分享關於BIM 也都很感謝大家的留到最後 我很開心因為可以講這個 topic 關於BIM standard, BIM標準 我剛才有介紹過Jet Chan,鄭展鵬 在香港科技大學的 其實你看到一個題目 BIM標準有三個何字 為何、何人、如何 文字有三個W What, Who, How 我今天在科大一向講書 講三個小時,不用怕 我將三個小時濃縮到二十分鐘 很簡單地有一個概括的資料給大家 之後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之後再繼續談 究竟我還沒講BIM標準之前 究竟為什麼要用標準呢? 標準是什麼呢? 你看到一個公仔 雞和鴨講 雞和鴨是講不到話的 其實如果你可以想像在一個project裡面 例如有二十個不同的人 他們用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格式 不同的語言 我要他們溝通到的話 那為什麼去做呢? 你看到左手邊 可能左和右 左去右就是一個轉換 右去左就是另一個轉換 如果如是者有二十對這樣的轉換的話 其實就是N乘N-1 就是三百八十個轉換 但如果譬如我中間有一個標準化的方法 或者標準的格式的話 其實他們純粹是要把自己的轉換到標準 那其實就變成2N-40個 你看到其實是省了很多功夫的 那其實標準是做什麼呢? 其實對我來說 標準有兩個最主要的用途 一個就是要有一個common understanding 共同語言、共同理解 有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要去傳送資料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用不同的格式 其實是很麻煩的 譬如我們溝通、合約、文件 然後分享一些數據 其實都很需要一個共同的語言 簡單來說 譬如有時候 譬如這個項目裡面 有人用cinema 有人用theater 可能一樣的東西 但是用不同的字 又或者可能是用同一個字 但是代表不同的東西 都會有發生的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發生 很容易就會有誤解 第二樣東西就是一致性 其實我們用標準 就是我的討募工程 其實一致性為什麼重要呢? 其實我們做討募 可能有很多時候 會有標準去做testing 就是去做一些實驗 為什麼要用一致性呢? 因為我無論是哪個project 我無論是哪個人去做 應該是同一個方法的 同樣道理就是 譬如做BIN 我其實無論是哪個project 無論是哪個人去處理資料 去整合數據 譬如那個要求 譬如我可能要做一些 譬如碰撞處理的 我的要求是什麼? 在資料上的EQ 或者流程 每個人的需要的表達模式 其實這些都應該是一致性的 所以其實剛才很幸運 David和Simon 都給了一個很好的簡介 就是給我這個標準 標準是非常之重要的 Simon其實就展示了這張圖出來 其實可能見過很多次 所以我將它再改過 自己再畫多一次 然後就是整個生命周期 全生命周期 但是我再更加一些東西 就是 是一個跨專業的 其實BIN 我以前可能只是做construction 之後慢慢就有很多朋友 可能做archie 做survey 那怎樣可以令到這些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專業 都可以去合作呢? 一個就是education 就是他可能去上CIC的課 上Francis的課 上其他人的課 讓他知道究竟BIN是什麼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們要有共同軟言 那其實我們就 或者可能合約 很多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他們是否在用同一個格式呢? 或者他們是否在用同一個字眼呢? 同一個style呢? 同一個流程呢? 那所以為何我們需要有BIN standard? 因為其實無論是guidelizer menu 或template 其實就是教我們怎樣可以合作 然後他用到BIN 那其實一講BIN的standard 那之後就在學術界很容易就會講一個叫做IFC 因為其實BIN的標準可能就是講Data Standard 那IFC可能大家也聽過了 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 那它就是由以前叫IAI 現在就叫Building Smart 那其實你看到有不同的version 最新的就是叫IFC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開過IFC的file 大家可能用一些BIN的軟件來開 那為何一定要用IFC呢? 大家有沒有試過用Wordpack、Notepack 來開一些BIN的檔案? 或者有沒有試過開 可能Word.doc的檔案? 開不了的 變了亂碼的 但其實如果你試一下回去 用Wordpack、Notepack去開IFC 你看到其實是開到好像這樣的 那其實裡面 我們就不需要去理解裡面是什麼 但裡面其實最主要就是 將它的資料變成一個格式 就是可以很容易的 不需要用任何軟件 專業的軟件 某一個特定的軟件都可以開到的 但是說譬如Data Standard 可能有些人會聽過Kobe Kobe 其實就是把BIN的軟件 的資料 放進一些設施管理 FM的軟件裡面 轉換就是做Data Transfer 其實你看到 它是一個Excel的表 它有特定的格式 就是我無論用哪個BIN的軟件 無論用哪個設施管理的軟件 我都是用這個特定的格式 然後做一個Excel的表 你看到有不同的Tab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特定的 但一到達到Beam 其實不單是Beam Standard 就是一個Data Standard 也都是剛才說過字眼很重要的 要有大家一個common understanding 所以其實有另一個就是叫Omniclass 它就是說譬如不會有Cinema 或者Theatre 這些是用不同的字眼 代表同一樣東西的 所以其實有些表 它就去把這些不同的字眼 做一個格式化 每一個有一個Number 用一個Number 其實可以找到它的資料 例如Omniclass 它有15個Table 然後它有不同的方面 然後有不同的分類 也有類似的 例如Omniclass Uniclass Uniclass Master Format 但其實一說Beam的標準 很多時候大家可能會說LOD LOD其實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LOD 有分到Graphical Detail 和Information Richless Graphical Detail 其實就是說我有多複雜 是不是雕花那麼漂亮 但其實更加重要的就是 裡面的資料有些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去看一個美國的Jobin Forum 然後就是它的LOD 其實你會很奇怪它沒有LOD 是500的 因為它那時候還沒說到這個 但之後我會再說LOD LOD主要是有多複雜 但是其實是說標準 我們很多時候也都說流程 所以其實有些BIM的標準 它甚至會說到 譬如我要做某個特定的事情 譬如我要做某一個特定的分析 我應該要用什麼資料 哪個人負責提供資料 我用什麼程序 這些都是標準 其實會看到BIM的標準是很闊的 它有不同的程度 譬如一個個案人 需要不需要一個BIM的標準呢 你可能說一個個案人 其實好像一個學生 要做一個BIM的項目 他可以自己做一個標準的 他可能要做很多模擬 很多simulation 他想有一個標準 就是不同的simulation 都是跟那個設定 所以其實是可以的 但其實這個我今天就不會特別說 因為其實這個就不是我所說的 比如BIM標準 其實他想就是一個合作 一個不同階段 不同專業的合作 所以其實我想說 就是另外三個level 一個就是project level 一個就是機構的level 一個就是國家 或者一個地區的level 你可能見過很多很 很藝術含長的 就是如果對這個project 如何可以令到它 有一個共同語言呢 就會有一個叫做BEP 一個BIM Execution Plan 如果一個機構的話 其實有很多機構 譬如房署等等 它都會有自己一個 BIM的標準 甚至其實剛才有說過 譬如CIC都有標準 在其他國家都有一個地區性的標準 其實如果有些 可能你有看過BIM的標準的話 你甚至會見過 剛才IFC叫什麼 COBE叫什麼 甚至有ISO Standard 是說BIM的 其實它在說的是一個國際的標準 但其實我今天轉越想說 就是這三個level 你會見到這三個level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很像的 那內容是類似的 但其實它的用家可能不同 或者它的目標可能會有些不同 那我三個很簡單地說一說 那這個project level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是參考美國 賓夕凡尼亞州州六大學 有一個叫做BIM Project Execution Planning Guide 那裏面就說到其實我做一個BIM標準的時候 我要考慮到那個組織 要考慮那個過程 要考慮到它去傳送那時候的資料的格式 甚至去考慮那個模型的設定 那如果我真的要做一個plan的時候 會首先要去設定了究竟我想這個project 做些什麼 用BIM來做些什麼 跟著之後就說 每一個我想做的東西 它的流程是怎樣 之後我的資料格式是怎樣 到最後就是我什麼的infrastructure 可以去支援做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你看到坊間有很多人 就會開始每一個BIM Project 之前就會做一個BIMEP的 這個BIMEP其實五花八門的內容 其實都有大同小異 它會包括一些Terminology 然後就會提到Scope 會提到BIM的架構 會提到IT做些什麼 就是什麼的硬件 也會提到軟件 哪個軟件 哪個版本 也會提到不同的方面 它的LOD的要求 甚至會提到一些BIM standard 譬如我怎樣做Naming 怎樣做表達 什麼顏色 甚至會提到一個 workflow 就是會提到 譬如我收到這個模型 我怎樣去做Quality Check 我怎樣去做交換 怎樣去做Coordination 怎樣去開會 甚至現在很流行說CDE 也會提到模型 如何去管理 譬如如何去設定 譬如將很多模型 如何可以連結到它們 如果不同的模型 如何去配合 甚至是BIM 如何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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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其實是很多project 其實每個project 都應該要去想好才去做的 但去到機構的level 之後就會看到 譬如房署 譬如經驗工程署 甚至會是局務署 甚至剛才David也有說過 譬如AA也會有 其實很多機構 它自己都會有一個邊標準 因為其實它就是想 不僅是某一個project 去跟一個標準 而是它自己的很多project 都是用同一個標準 所以它自己通常會有一個標準 而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由業主方去做的 因為業主方 它就是有整個流程 整個全生命周期 那我就說一說 其實房署有最新的邊標準 這個就是在網上找到的 其實裡面包含很多的 包括剛才提到的 就是每個project 譬如粉嶺的一個project 就是一個code 然後就是不同的face 不同的建築物 然後就用一個code 可以很快地知道 究竟其實那個資料 是代表什麼 好 幸好我只有兩張slide Simon說了很多 那我就不重複了 譬如EMSD 它可能會說不同的color coding 會說其實那個access information 其實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一去到設施管理的時候 資料很重要的 未必是要畫得很漂亮 剛才Simon有說 但是其實那個資料是需要很仔細的 那究竟不同的部件有不同的資料 那其實這個標準是想格式化這個 就是不同的建築物 不同的project都有做這個 那去到國家的層面 或者去到一個城市的層面 那很多時候就會有它自己的標準 那譬如CIC有一個beam的標準 那Face 1 其實裡面包含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的LD也說得很仔細的 它有說到LD100 200 300 300 300 500 500 那500你見到可能沒有highlight 那它就說了一個叫做field verify 500其實最主要 其實未必是再仔細一些 而它是一個 verify的data 一個是assbill 一個是已經起了的東西 有些可能你會聽過坊間 就是LD600 那可能它正在refer 是其他的 但是如果跟回這裡 其實就最多是500而已 它也有說過 譬如LD不同人 AUT就是講哪一個去給資料 那它會說到在不同的階段 哪一個人去給不同的LOD的資料 它也有說到其實是不同的BIM的用途 然後究竟我做還是不做呢 這些其實CIC的BIM standard 是講了很多的 剛才有講過Naming Convention 那BIM standard也有些建議 它甚至有講到很多的 其實譬如我的BIM Origin是怎樣設定的 譬如我用什麼unit 我是用SR unit 還是用Feed 譬如我做Annotation 那我的圖案是怎樣的 其實很多這些 你可能會想 我的project都可以用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想給到 不是每個project都有resources 去做自己的標準 那其實就可以去參考這些 譬如這些regional level的標準 那剛才其實就講了 其實我們都不 這個可能賣點關子 但其實我們有一個CIC的BIM standard 那我很榮幸地在Task Force裡面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Phase 2 接下來就會有三個standard 一個就是MDP的standard 一個就是GVP 一個就是Underground的Utilities 那希望大家就Stay Tune 那也都希望大家給點耐性 那也都希望大家是Supportive Supportive的意思就是 接下來我們會有Stack Holders Engagement 那希望大家都去參與 甚至你們是真的出了之後 這個standard出了之後 希望你們都真的會 將這個東西融入這個project裡面 除了香港之外 其實我們都很簡單地說一下 究竟其他地方它的標準是怎樣 在最近我們中國大陸 其實它都有BIM標準的 它轉換有六個標準 有Level 1,2,3 第一個層就是最基本的 一個叫BIM的統一標準 其實這個就出了 2016年出了 之後就有聯絡兩個 就是主要講一些資料的標準 去到第三個就主要是怎樣去落實 怎樣去用的標準 有三個是有個號碼的 那三個其實就已經出了 這裡其實你可以看到它的樣子 其實它出的時候 它是會講到什麼時候出 譬如中間那個就是 剛才Level 1那個 就是2016年12月2日出的 它有講到什麼時候落實的 它不是一出就叫人落實的 因為其實在中國裡面 它的標準是一定要跟著的 但它不是說今天出的標準 就是今天要你跟著的 中間那個其實 剛才就講到Omni-Class 中間那個其實就有點像Omni-Class 它就分類了 這個其實也有很多發展 所以就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參考 另外,新加坡也有它自己的BIM標準 裡面有一個叫做新加坡BIM標準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它有講明不同人 它在不同階段要做些什麼 但有些可能你有看過新加坡BIM標準 其實它還有一個叫做Essential標準 但其實每一半的標準是很短的 它主要是講不同的專頁 英國可能很多時候都會參考 例如1992 其實你看到英國它有說到 2016年所有政府項目是要做BIM 你看到下面其實它是有很多的標準去支持的 其實這個可能就比較簡單 真的比較容易給你看到 其實現在BIM 在英國BIM的標準 其實最主要有八個的 那在1992 其實譬如1992 其實它主要是講Design Phase Design Construction 去到三個就是講資產管理 四個就是講資料的 互換的要求 五個就是講安全 六個就是剛剛最新的 就是講安全和健康 有兩個主要是講建築 一個就是講建築 一個就是講師傅 比如美國也有它的 National BIM Standard 我們也不特別講了 其實講了Walk和Who 我就想講一下How How其實是很簡單的 Data Standard 很多時候可能譬如我們做研究 我們就會真的鑽牛角尖 去整理它的Data Structure 但其實用家其實不需要你 很多時候就是你這樣export了 很多BIM軟件都可以export IFC也export其他東西 但對其他standard來說 其實我會建議是 如果你的本地是有標準的話 其實可以用本地標準 如果其實剛才有講到三個level 如果其實你在那個區域是有標準的話 其實可能用那個標準 因為其實你無論哪個project 哪個組織 如果你用同一個標準的話 那你就容易一些去配合了 所以就應該是 所有的project level 應該是去參考那個機構的level 機構的level應該是去參考那個區域的level 這個就要向那張slide 就是其實我們做研究 可能很多時候就會做一些科技 就是一些技術上的東西 技術上的工具 但一去到真的落實做BIM 那時候就發覺 其實技術上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人和流程 而怎樣可以令到它們做到的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資料 那個資料 剛才有說到的 其實I很重要的 那個資料其實怎樣可以用工具 令到不同人在整個流程都可以令到它更加有效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其實在說幾件事情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標準 而這個標準其實就會令到這三件事可以合在一起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我們做BIM 其實我就想說有三個最重要的概念 一個就是我們用BIM來做合作 一個full life cycle full team的合作 怎樣可以令到它們合作到呢 不會大家的理解是錯呢 因為標準很重要的 大家不會說不同的說話 不同的格式 另外剛才說的information information也都standard很重要 最後就是application specific 很多時候你做BIM 其實你做BIM去用什麼呢 你的purpose是什麼呢 其實每一個application都有它自己的標準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究竟這個標準 可以幫到你做到什麼呢 很感謝大家聽我的分享 我分享到這裡 謝謝你